大家好,欢迎来到林姐说AI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ChatGPT的学习模式 这个学习模式是ChatGPT新上的一个功能 它能够帮助你去快速的掌握一门知识 一个概念或者帮助你去备考一个考试 它可以完全按照一个学习的方式去设计 之前大家使用这个AI工具一个顾虑 特别是针对青少年,针对孩子 在使用这个AI工具一个非常大的顾虑 就是把这个AI作为一个偷懒的工具 那么这一次这个学习模式的上线 它就解决了说不是直接给你答案 而是直接通过苏格拉底的这样的提问回答的方式 来把这个知识真正的内化成你的知识框架 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ChatGPT的工具箱里面又新添了一个大将 我们先一起到官网来看一下这个功能的介绍 这个是OpenAI的官网 它对这个新上的学习模式进行了一个简介 它的产品发布时间是7月29 还是很新的一个功能 它这里特别是强调说 这个功能它是帮你一步步的解决问题 去获得这个从不知道到知道的一个学习过程的这个体验 不仅仅是给答案 更多的是给学习这个答案的能力和体验 这个功能啊 我觉得非常棒 它现在是不会兴致的 对于免费用户和会员都是一起开放的 它在这里讲解了一下它这个学习模式的构建过程 解读一下 第一个 它是强调机器和人的这个互动 因为在未来的模式下 我们人机协同的这个方式才是真正的模式 第二个很重要的 它是管理了这个认知负荷 因为我们有时候用AI的时候 就会发现 AI给出的答案又凑又长 如果从学习一个知识一个概念的角度 你会觉得它可能就是把这个答案直接砸给你 但是你的大脑有不有吸收 我们的大脑有不有学会这个思维和构建的方式 这都是一个问号 而这种互动式的方式 它就有一点像你的一个AI的家庭教师 以后这样的一对一辅导 是不是我们就通过这个AI的方式来给出 而且这个AI它的知识库是无限的 它肯定比你去外面找的这个家庭教师的这个效果 效率是更高的 而且它每个月花费也很低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根据你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去进行反馈 根据你现在的知识掌握的情况和你的这个知识线索 来判断该给你怎么样的辅导 和怎么样去引导你完成整个的学习的过程 它这里介绍了它的几个功能啊 它自己总结是交互式的提示支架式的回复 个性化的支持知识解查 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第一个它是交互式的提示 没有直接给答案 是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引导提问去学习 去促进你的主动学习 真的让这些知识在你的大脑神经元里面产生反应 第二个是支架式的回复 如果你去问他一些知识范畴 他会先跟你讲这个知识的概念 然后去讲这个知识的相关的步骤 应该分几步去学 接着再去测验一下 出一些题 看一下你学到什么程度了 去教验一下 你对这个知识的掌握情况 再给出你进一步应该如何学习的建议 一步过去推演 这样你学习的过程 你也不会觉得是超过你的知识负荷的 而且你可以去用一些知识类比的方式去掌握一些抽象的概念 他这里是强调说这个学习的模式是专门为大学生设计的 其实不要管他 他是针对大学生设计 但是这样的学习的方式和设计是适合所有人的 哪怕你就是一个小学生初中生 你仍然是可以使用他的学习模式 他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学习知识 他真的是一个寻寻善有的老师 他这里举了几个例子 包括怎么去学习博弈论 会计学 还有这个备业司定理 离善数学 他这里的提示词我觉得写得蛮好的 这个好不好的关键是说 你真的要去准确的 把他当做你的一个私人定制的家庭教师 来告诉他你的情况 比如说他让他讲解这个博弈论 他核心是说 你给我讲解一下这个博弈论相关的范畴 但他这里强调了是说 以你主要讲授知识为主 但是呢 也希望你跟随我的这个好奇心 把这个知识的介绍保持在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学习计划 他既强调了说你教授为主 又强调了说你要随时根据我感兴趣的内容 去放大去引导去保证我的整个的学习的体验 这个就是每个人个性化的需求 虽然都是打开了学习模式 但是呢 其实也可以提很多个性化的要求 比如说他这里讲到了一个离散数学 他就以自己的具体情况去跟他介绍 说自己是一个计算机科学专业大师学生 他忘记这门课了 希望他给我重新讲解这门课 因为他之前完全没搞懂 现在他想重新的学习一下 在这个案例里面 GPT就和他去快速的校准一下 他的知识结构和他的知识的掌握程度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跟你校准完之后呢 他会给你输出相应的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 如何去掌握等等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模式的上限真的是特别有用 他这里说到的 他的典型的方式是这么几种 一个是作业辅导 第二个是考试准备 第三个是学习新知识 接下来呢 我也会实测一下 GPT的学习模式打开之后 它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打开GPT的网站 在模型这里呢 我选择的是4O 4O呢 是GPT的旗舰模型 在学习这个模式 我认为使用是比较合适的 打开学习模式 点开工具 在这里选择学习与研究即可 你看GPT的这个工具库啊 是越来越多了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里的代理模式 代理模式呢 就是帮你干 研究模式呢 就是帮你查 创建图片模式呢 就是帮你画 研究与学习模式呢 就是带你学 网页搜索 帮你搜 画部模式 帮你写 帮你编 它的这个工具库是越来越多 这让我对GPT5呢 也有了更多的一个期待 我们这里呢 就选择研究与学习 就打开了GPT的这个学习模式 给大家展示一下 GPT带着我学习的几个案例 第一个呢 我是说我要备考CFA的考试 我应该怎么准备 这里呢 他就先给我介绍了一下 这个CFA考试的结构 告诉我包含哪些内容 它分为三集 含了十个科目 第二个呢 就给我制定了四到六个月的学习计划 第一个阶段做什么 第二个阶段做什么 第三个阶段做什么 一阶段打基础 二阶段做巩固 三阶段就是冲刺和模拟 第三呢 还给我推荐了一些学习的资源 第四给我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进一步问我需要哪些个性化的备考方案 那么我就跟他说可以继续按照他的这个方式 制定学习的日历 每日的任务清单 他这样子就给了我一个个性化的备考的清单 他这里会有一个默认的设置 你看我的考试时间目标 还有我每日的学习时间 他给我做了一个默认的设置 每个人也可以把自己具体的情况告诉GPT 让他帮你制定这个分阶段的这个学习计划 你看这里的整个的设计都是很细的 他这里还跟我讲解了每个科目的学习的优先级 重要性还帮我打了新标 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备考计划 在下面我就没有继续再问了 其实我也是可以根据我每周完成的进度 第一周我完成了什么阶段 包括我在这个备考过程中的困惑和内容 考试考察是怎么样子 我都是可以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跟他去沟通和协同的 这样子这个AI就变成了一个 我非常智能的一个备考助手 和备考的一个陪伴的伴侣 我在过程中遇到所有的卡点和问题 都可以通过这个学习模式去展开 我们再继续看第二个案例 我是跟GPT说 我想去了解一个特定范畴的内容 我就跟GPT去说 我特别想去系统的去探索 维特根斯坦的这个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 他帮我去策划一下整个的路径 他会成为我的一个引路人 他这里也根据我提示词的要求 去给我制定了一个高层次的一个结构主干 去引导我足不深入 这样子我在学习一些概念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一个宏观的视角 这个方式呢就帮助我们能够有一种上帝视角 有一种顶层的视角 去俯瞰这些知识的整体架构 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路线图 那么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就能够知道 我们现在到了地点A 地点B 地点C 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就不会过早的或者过多的去陷入一些细节 或者小的一些知识点和章节点 他首先呢就完成了四个阶段的一个设计 相当于是层层的递进 第一个阶段是说我先了解 他的这个思想的整体的内容和概念 他分为了早期和晚期 第二个阶段 我了解了整个的知识内容之后 我对关键问题的理解有没有透彻 相当于分布去讲 第三个阶段讲的是什么呢 当你理解概念掌握内容之后 它跟现实生活的连结 你有没有理解 它引导你一步步的完成 第四个阶段呢是扩展阅读 帮助你继续的深化你的学习 你会发现它对特定的范畴 特定领域的知识 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去层层深入的 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大部分人 学习知识的方式的 特别是匹配大学生学习知识的方式的 就是在学习知识上 我们是有充足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 但是除了大学生 我们其他人能不能用好这个工具呢 所以呢我又试了一下第三个测验项目 我就和GPT说我之前没有基础 我想成为一位职业的推拿师 把他作为我的工作去赚钱养家 那么我应该如何学习呢 他这里呢马上就去教准我的职业取向 在没有你更多的个人信息之前 他给了你一个零基础学推拿的完整路径 第一步是要了解推拿师的职业 第二步基础的知识的入门 包括人体的解剖学中医的基础理论 常见的手法和基本的流程等等 还给你推荐了一些资源 这里有B站的书籍还有视频课 第三步呢可以报培训班进行系统的学习 第四步呢要持证上岗 第五步呢实践锻炼 那我这里呢就补充了一个一点信息 说我在杭州从业 我希望呢做这个养生按摩这一块 那么他针对你的这个情况呢 就继续的按照这个情况 给你制定了一个杭州零基础 成为养生按摩师的五个步骤 应该怎么弄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和第四步第五步 去进一步的做个性化的一个匹配 接下来就很详细了 包括你要学哪些内容 第一周第二周三到四周到第二个月里面 整个的自学路径他都帮你制定出来了 你看我这里说 希望他给我制定最近四周的这个学习计划 他就给我安排好了 虽然说这个内容它是针对大学生的 但是这个范式 它对于所有你想知道的新的领域 新的知识 它都是适用的 它最核心的逻辑是说 第一不是一次给答案 第二它是分布展现 它是按照学习的思考路径 去引导你完成整个过程的 第三它是个性化的 然后呢我还再测试了一下 第四个内容 你完全可以把你在高中初中 遇到的这些数学物理和各种学科的难题 交给他 引导他一步步的让你完成和理解这个答案 生成的内容 这个时候AI就不再是一个作弊高手 或者是让你偷懒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是真正的帮你学习的一个利器 而且它是博览中外群书 通晓古今事情的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像太子太妇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他不知疲倦 你问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未来啊这些学生他学习的方式和交互的方式以及这些老师的职业方向和方式都会被重新重构 对于那些只会照着课纲造本宣课的老师 我认为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大学之大 这些学生要学的远比知识本身来的重要的多得多 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背后学会这些知识的思维 讲回过来 这里我是让GPT去计算理解二乘二矩阵的这个特征向量的这个练习题 因为很多人在学特征向量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这个概念 只是会做题了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学习what之外 更核心的是理解why和how 而且是要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使用这个知识 那么这里呢 GPT呢它是一步步的去引导 第一步呢还是先去校准你的知识体系在哪个进度上面 然后呢接下来会流程预告一下有哪些内容 然后呢你告诉他你的情况之后呢 他就会一步步的引导你整个的这个二乘二向量呢 他的概念是怎么样子的 他还采用了一些类比 比如说这个加工机 还有用这个基准箭头去看懂整台机器 然后讲解完成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一个小练习去教验你的理解程度 如果你不理解他肯定会继续在讲解 如果你理解了达成比较正确了 他会继续的往下一步去引导你完成整个学习 很多家长说辅导功课啊 不辅导前母子子孝 辅导后鸡飞狗跳 那么未来这样的辅导应该是交给AI去做的 这样子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 而且这样的方式 孩子会把学习当做他自己的事情 一旦这个孩子把学习的这个驱动力 学习的压力放在家长那边的时候 整个的学习是学不好的 而他会用这样的AI工具去辅助自己学习 那他是真正的学会把这样的知识 去内化为自己的内在的一个知识网络 我强烈建议我的观众朋友们 去试一下这个学习模式 你还有哪些内容是想让GPT带着你一起学的 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记得订阅林姐说AI的频道